哈喽大家好 我是温依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三款对眼睛的保健品 第一个就是这个叶黄素 第二个叫做叶黄素30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叫它做护眼保 这样这三款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先来讲它的共同点吧 第一个共同点就是三款都含有叶黄素的 是它的含量有点不一样 这个会有20 这个30 这个是大概20的 然后它的叶黄素也是有添加了玉米王子 然后这三款都是有添加了维生素A 还有Zinc的这一个成分 那维生素A是让我们可以在黑暗的时候 看东西会更清楚 Zinc就是让我们这个维生素A 可以正常的运作和吸收 那这一个护眼保 它里面还有多了一个成分 叫做虾青素 这个虾青素也是可以帮助改善我们的眼睛疲劳 还有抗氧化的这一个功效 这一款是适合所有的人除了素食者 因为它的胶囊并不是素食的 所以如果你是素食者的话 可能你就要选择这两款 就是叶黄素30或者是护眼保 它们的胶囊也是植物性胶囊 所以素食者也可以吃 它们三个的尺寸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我可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OK 所以这边都可以看到 这一个第一个就是叶黄素的大小 然后如果是叶黄素30的话 它是比较细的 它是比较细一点的 然后比较瘦小 如果是护眼保它的尺寸 它是红色的 这个就是三款不一样的保健品的一个尺寸 都是小小颗很容易吞的 一天一颗就够了 好那谁适合使用呢 如果我们常常对着电话 比如说现在在看着这一个视频的你呢 都是需要补充的 因为呢我们现在都是会看电话电脑啊 电视机啊 所以这一些呢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补充这个叶黄素 来帮助我们的眼睛健康啦 那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助到你选择一款 适合你的这一个眼睛保健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